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探索突发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根据美联社新闻网站最新消息 3月2日,在繁忙的周五早间时分 平凡的一天,在美国肯塔基州城市路易斯维尔 在乔治、罗杰斯、克拉克纪念大桥上发生了非凡的转变 一台大型卡车,半架车在桥外悬载半空,断裂三节 凌空悬掉桥边,车身严重青测 这座大桥是连接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的重要动脉 这起历史性的紧急事件导致了一场令人惊叹的救援 据目击者称,一辆在桥上向南行驶的车辆撞上了南行右车道上一辆熄火的车辆 事故涉及两辆客车,一辆皮卡车和一辆半挂卡车 撞击发生后,行驶中的车辆司机失控冲入北行车道 撞上了正在向北行驶的半挂卡车 这反过来又导致半挂卡车穿过护栏并部分冲出大桥 拖车的后顶角似乎泄入了桥梁基础设施的钢梁中 所幸未有彻底冲出桥外,驾驶卡车的是一名女性司机 接到求救信号后,路易斯威尔消防局立即采取行动 面临着危险且不可预测的情况 卡车司机被困在半挂卡车的驾驶室里 发现自己悬浮在下方俄亥俄河湍急的河水和桥的坚实地面之间 由于交通陷入瘫痪,由消防员布莱斯、卡登领导的专业救援队精心策划了一次临时救援 这项复杂的操作包括设置绳索系统 用绳索下降到驾驶室,并将驾驶员固定在安全带上,将它安全地抬回桥上 整个救援过程冒着大雨和高空危险的挑战 路易斯威尔消防救援队出动直升机 消防队员使用了云梯,并为驾驶员安装了滑轮系统和安全绳 用安全带将卡登从梯车上降下来,送到拖车司机身边,将它固定住 两人在空中摇摆,慢慢地从驾驶室拉向桥 中午12点45分,卡登最后成功救出女司机,并将她抬回桥上 卡登形容司机非常冷静,只是在不断祈祷 这名女子之后被送院检查,她目前情况稳定 整个救援过程未时40分钟 消防部门负责人奥尼尔向传媒形容 这次大胆救援是职业生涯中难忘的一次的事件 谢谢您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我们每天更新 半挂卡车司机被送往医院后,警方称伤势没有生命危险 另一辆车内的另外两人也被送往医院,伤势却危及生命 该桥建于1929年,于1958年重建,横跨俄亥俄合,连接路易斯维尔市中心和印第安那州劫匪逊维尔 目前,大桥上的大部分车道在周六下午6点之前重新开放,仅允许车辆通行 北行和南行人行道将保持关闭 肯塔基州交通内阁的桥梁检查人员周五和周六早上再次评估了损失情况 以了解需要进行哪些维修以及桥梁多久可以安全地重新开放 目前正在计划修复受损的扶手和人行道,并对人行道支撑进行钢结构修复 卡车飞出桥梁后悬空,紧急救援,驾驶室内司机首要面临的难点是如何快速稳定车身 由于车头已离开桥面,车尾可能依然撑在桥上,整车失去重心故障倾斜 或者车尾也离桥面,从而整车完全悬空 这时车辆极不稳定,稍有移动可能导致车身翻转或下坠,进一步危及司机生命 所以,救援人员需要尽快利用绳索、支架等设备附住车尾部分,最大限度固定车身防止翻转 这是救援的当务之急 其次,在基本稳定车身后,下一步就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进入驾驶室救援方案 由于卡车高度较高,要进入驾驶室进行救助也非常危险 此时需要使用专业救生绳索和安全带 让救援人员尽量低位进入或通过车顶天窗进入驾驶室 整个进入过程必须做好充分防护,避免二次伤害的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进入驾驶室后,要对司机进行详细评估 判断是否存在骨折、脊柱损伤等严重伤情 如果,要小心移动、使用长板、警托等防护工具 再配合吊装将司机安全转移出驾驶室 若不存在上述情况,则可以直接做好辅助 引导司机研救生所离开 在司机转移过程中,也需要注意防止车辆的任何移动 整台车辆的稳定工作必须持续做好 转移结束后,才可以安排其他设备进行善后处理 所以,该场景的救援难点在于车辆悬空状态下的稳定控制 以及对司机的安全无害化转移 只有把握这两大关键点,才能确保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 与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在本次事故中,前车发生突然熄火 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导火索 首先,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司机方面的问题 比如驾驶员驾驶技能或经验不够、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都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此外,使用导航或手机等电子设备分散注意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车辆本身故障或者保养不当也能引起事故 比如制动系统失灵、灯光指示器损坏、轮胎磨损等 除此之外,不良的天气条件如大雾、暴雨、积雪等 对车辆的行驶视线能力和操控性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不能忽视的是,道路设计和管理也是关键因素 设计或标识不当,如转弯半径小、视野受限、标志标线不清等都很危险 管理上应及时清除路面障碍、及时更换道路标识 并对危险道路和交通设置必要的警示 此外,交通流量过大也常引起事故 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机、车辆和道路三大要素之外 不安全的交通环境也起重要作用 比如缺乏有效的法规和执法来规范道路行为 以及缺乏相应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等 总体上说,交通事故通常不是由于单一原因 而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需要从司机、车辆和道路多角度开展系统分析 找出事故形成的环节和诱因 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事故的发生 实际上,车辆通过大桥时特别危险 主要与大桥的结构特点及车辆在桥上的运行状况有关 首先,从桥梁结构来看 大桥长度大,中间没有支撑 架设在两端的桥墩之上,比较容易发生震动 特别是长大的悬锁桥和斜拉桥 桥面受风载荷的影响更大 偏转现象时有发生 当车辆以高速进入桥面时 很可能会因恰逢桥身震动而失控 大桥两端的连接路段也都是转弯路段 转弯半径较小 车辆经过时需要放慢速度 而司机很可能会忽视这一点 直接以高速驶入大桥 因而形成事故 其次,大桥桥面较空旷 视线更加开阔 容易给司机一种性能释放的错觉 据交通调查显示 很多司机会在驶上大桥时 因为舒畅感而不自主加大车速 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情况下 车速过快很容易发生意外 尤其当遭遇陡变的横风或雾天时 车辆稍有不慎就会失控 并发生严重事故 此外,车辆通过大桥的高度 也增加了出事故的可能性 高架桥面离地面较高 一旦发生事故 后果会更严重 坠桥事故中 车上人员的生命安全 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事故车辆堵在桥面上时 也很容易引发连环追尾等 次生事故事件 这在某种程度上 加剧了桥面事故的危险性 因此,驾驶员在通过大桥时 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专注 严格控制车速 谨慎通过大桥转弯处 同时也需要保证 车辆基建工作正常 避免因机械故障导致事故 只有提高行车安全意识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最大限度地 防止在桥上 发生危险的交通事故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 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